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格物芝芝案是中国经学 或者中国的古典解释学 包括我们的迅古学史上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 这是属于我们说在经典中 有一些命题是叫做巨塑 给你们介绍过这个词吧 大家凑在一块打官司 但是任何一个官司也没有像格物芝芝这样热烈 非常的热闹 而且高手云起 在格物芝芝的问题上 这种巨颂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一次 中国古典学史上或者中国古代经学史上的讨论 当然你可以说两汉时期经经古文之争也很热闹 但是经经古文之争是参与的人数众多 但是里头低手林立 各种各样的low 以及他只是在某一个时代 他没有像格物芝这样一直贯穿下来 一直不断的在去论证 而且几位至少中国儒学史上的三大高手 都分别参与其中 第一位 郑璇 郑康成 第二位 朱熹 第三位 王阳明 好家伙 这三位人 这三个人都在这了 你想想这是怎样的一个分量 那从这三个人其实也就意味着三种学术 三种学术范式的转型 两汉的经学 到宋元的历学 再到明朝的新学 那到了这个清代的考剧学兴起的时候 考剧学也对这个东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直到民国时期一些重要的学者 还是在对他提出他看 太阎先生就专门写了格物芝芝的考证文章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高手大混战 神仙打架的这样一个学术的一个命题 在这样一个命题中 我们看到我们的支教 因为他做这个硕士论文 他做的是格物芝芝的迅古史 我们讲的是卢学史 卢学史和迅古史不太一样 后面我们会说到 我们讲到 我说你把这个格物芝芝 我们能看到的这种观点 简单给我挑去一些 然后我说我看看要大家推荐阅读 结果瑞雪一高兴 他告诉老师 我这随随便便一挑 我可以挑了六十家 这是他随随便便一挑 哎呀 我说这个人啊 不要太随便了 是不是 你要更随便一些 是不是 我们不看六十家 看六十家 我们这些学期干不了别的 但我们注意什么呢 大家自己要去看的什么呢 你们关键要看两家 朱和王 我们这一次课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 朱熹之前 当然我们未必能讲完而成 我们会给大家讲 朱熹之前的 格物芝芝的迅古史 和产世史 为什么讲朱熹之前呢 因为在朱熹之前 大家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产世 只是形成了各种产世 像度的雏形 但是大家还没打起来呢 等到有了朱熹之后 大学的世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换句话 有朱子啊 这事就热闹了 所以大家先看 看完之后呢 咱们下节课 我想请大家 我会这个请几位同学 谈一谈对于朱熹和王阳明的理解 你们站个队 下节课一开始 会让大家举手 尊朱派的请举手 尊王派的请举手 然后你们可以互相介绍 并辩论一下 你为什么尊朱 为什么尊王 让你们先体会一下 这种据颂的感觉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安排 好 我们说在格物芝芝的阐释中 经典 语言 思想和历史之间的 关系 前所未有的凸显出来 首先是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关系 我在讲格物芝芝的时候 我要不要去遵守语言事实 但如果说语言事实只有一个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阐释 而每种阐释背后 有没有它的思想的体系 格物芝芝是经典 但是对经典的解释 是不是受到不同的历史思潮的影响 语言和思想 经典与历史 还有一个还原与阐释 我们是去进行经典的还原 还是在去进行创造性的阐释 各种各样的张力关系 在这四个字中 在这四个字的解释和研读中 充分的体现出来 那么我们去介绍格物芝芝的儒学史 我们关注的重心 在于什么呢 我们关注的重心 在于语言和思想的关系 与此同时 我们把阐释 以及历史思潮 以及时代的需求 就是我们把历史 作为理解思想的重要的维度 换句话说 我们是在不同的历史维度中 去理解 预言与思想的关联 这是我们 去探讨格物芝芝的儒学史的 这样一种基本的思考的角度 我们说格物芝芝中 能够反映出儒学史 其实这涉及到什么呢 涉及到我们去理解 这样一段学术史 这样一段思想史 我们有不同的视欲 有不同的角度 我们从小往大里头说 这个问题至少涉及到 四个层次的研究 从小往大了说 最小的层次 是迅孤的历史 就是我怎么去对 格物芝芝这四个字 顶多加上这个字 格物芝芝啊 顶多再加上这个字 这都是大学那几段话 的五个关键词 对不对 格物芝芝 没问题 那迅孤的历史呢 就是在我们的历史上 大家对它进行了 怎样的语言的解释 这些语言解释 有怎样的差异 有怎样的传承 孰是孰非 谁有合理性 谁又是彻底的荒谬 语言的解释 是带有客观性的 语言拥有社会性 因此就具有了客观性的约定 在系统中制约着语言的客观性 所以语言迅孤的历史 是相对来说最好探讨的 那么第二个事与是什么的 就是经学史 经学史是以经典的解释 和发扬为核心的 经学史离不开经这样一个纲 它是围绕着经所展开 而它不仅包括了 对于经典的语言解释 也涉及到对于经典思想的阐释 它是一个对经典的 全方位的理解的过程 在这个理解的过程中 它受到了每个思想家 自身思想体系和 不同的历史背景的影响 但是对于经典解释的这个主纲 没有离开 第三个层次就是儒学史 儒学史不仅包括对于经典的解释 也包括不同时期的思想的构建 思想的创新 换句话说 经学史是什么呢 我们以经为核心 以不同时期的儒者的思想的创作 作为一种理解的背景 而到了儒学史的层面 我们某种意义上摆脱了经的这个中心 更看重的是儒者的思想创造 经是儒者进行思想创造的一个重要的资源 换句话说 从经学史到儒学史的这种变迁 也就意味着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的变化 那第四个层面就是思想史 思想史就不仅涉及到儒家 不仅涉及到某一个学派内部 还涉及到某一个时代的普遍性的社会观念 与文化思潮 它不是某一个流派自身的历史 而是不同的流派如何融入到一个时代的整体的思想 整体的文化认同中的这样一种历史 但我们看到去理解格武之之这四种历史的事与 你都可以去进行尝试 这就是这个命题的了不起的地方 这是个大命题 有些命题 我为什么去给大家讲这个东西 你要知道有些命题只能进入到经学史 有些命题称死了进入到儒学史 它未必能够上升到思想史的层面 但格武之之是一个例外 一个小命题四个字的解释 能够上升到思想史的层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那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不同的事与中去理解 语言与思想的关系 那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还是等着这个格武之之的这种儒学史讲完之后 我们再去进行总结 我们再去进行反思 我也想大家 我也希望啊 你们带着这样一个命题 去理解格武之之的历史 格武之之的解释的历史 这语言和思想的关系的问题 以及我是从哪个角度来进入对于格武之之的理解 我们再来进行反思想的关系 我们再来进行反思想的关系 我们再来进行反思想的关系